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一人之下》漫画的作者明儿 大家好 我是剧版《一人之下》的老电视的扮演者王学齐 大家好 我是剧版《一人之下》的导演许同学 然后那就再撕一个是吧 一来一来 你老 我怎么发现什么好啊 因为《一人之下》这个话呢 我觉得咱们 咱们中国人有别的于 其他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 咱们可能是有点 咱们尊重 咱们并不是说一定要去 这个环谷啊 去精神统治 咱们自己也能是尊敬到的 咱们觉得是每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它的价值 咱们会觉得只有年轻的那种价值 或者是中年 一年你是什么怎么样路名的 老人都老人战 所以呢 我在军里面设计了这么一些老人 作为这种整个世界的 实际上实际上像军海神针的一样的这么一个作品 就是让我 他也读出我自己写的时候 你讲天师 为什么把天师设计成战力天花板呢 就是他一个是约束这个故事 让这个故事的整个的战略不会跑偏 而且也约束我自己 这样我写的时候呢 我知道这有一个东西站着 我会把它就是写到冒针记 是这么一个阶段 就是 反正我是 我是很尊敬长者 我觉得就是长者的很多经验跟阅历 对我来说都是这个真正的一些可以吸取的东西 所以这个作品里设计是一些好人 所以徐老游户就是一开始看漫画 感觉就是有一点就是还是很有一种武侠江湖感的感觉 而且这组人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设计 因为我知道有些看过漫画的朋友会会有一个梗嘛 就是说艺人之下这部作品里边老年人都是热血沸腾 年轻人都是这个瘾瘾狗狗的 都各自这个八百个心眼 老年人都非常热血 我是这么看的 因为咱们有一个概念叫物以稀为贵 什么叫可贵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在这个范围内很少见 那年轻人呢 他天生的气血就足 所以他根本就不缺热血 不缺冲劲 所以你再去鼓励年轻人你要冲 我觉得没必要 他本能的会冲 那老年人先天的 毕竟他确实是就是气血没有那么旺盛 但如果我们看到那些上了年年龄的长者 他身上还有那股年轻人的冲劲 那就非常珍贵了 就好像我在年轻人身上看到老年人的那种持重 这个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我有这么一些就是上了一些年纪 但是心里边也好身体也好 都非常有冲劲的这么一些老年人 我觉得非常魅力 真的我们其实今天跟王老师 李二还跟我说看完生理看 王老师这个精神对吧 然后说老师有人又提我们 哎不要脱背 就是做直一点你看王老师就那种那种 那种世界 王老师没在我我我见到以后我就私下跟导演聊 我说我50多岁能有王老师的状态 我就非常满意对自己 那我觉得确实他这个什么叫智慧 智慧是吧 你经历过吗 其实也是我觉得我们在改编的时候 因为我们还没有针对这个点聊过 但是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影视剧 这个剧里头其实做的很多 其实它是有一种传承 我觉得现代的我们新的一代 其实就是刚刚王老师说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上一代 他一定是有一种智慧在就是在那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文化的系统 对吧 它是那么我们中国文化那么那么长时间 几千年 其实是有传承的这种这种感受在里头 我觉得虽然讲啊 每个人我们都要不一样 但是其实在不一样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只是说一种很纯粹的个人主义 就是啊我就要要要要要跟以前不一样 没有的还是传承了上一代的一些非常优良的东西 或者是一种力量跟基因 确实是在我们的传承文化里边 就是咱们是确实能够欣赏到各个阶段的那个魅力 从你出生的时候婴儿咱们对吧 咱们很推崇这个质朴的状态 然后一直到你可能已经上了一些年纪 咱们依然会欣赏它的魅力 咱们看到它的价值 咱们文化里是能看到这一点的 另外在全剧上讲 人一看下年轻的就觉得折腾折腾折腾 哎这你折腾不这还有一群人 没有这个他们就是互折腾的 不是有这么的一些人智慧的人 确实是我这第一次听他们讲解这个 我才知道其实我演这个是实名感极强 你振海神针 振海神针 你来的就是振海神针 你振住了彭遇上他们 说一些偏长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不是说这种振 我觉得故事其实戏里戏外都是 我们在拍的时候王老师来现场 因为我们其实跟彭彭啊 侯文浩他们其实都很好朋友嘛 就是又是工作 又是朋友在玩耀的时候 他们就是现场拍完 可能会来监视器 看回放聊聊天就是很轻松 以后 呃王老师来之后呢 他每每一个拍完 无论多日 他就是坐在现场 就是他的自己的椅子是 然后我说哎 副导演就是说 王老师要不要先休息太晒了 你就问 就坐在这 然后令到所有演员 都不敢离开现场 我说太好了 就是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是 确实是我觉得 嗯可能真的是王老师的所有的 他从我们那时候经常聊起 王老师跟我说是 拍王土地的时候 王土地的时候 对吧 整个的过程 我觉得中国电影 从开始到现在 我觉得其实从 王老师身上 我觉得不只是随到一些什么 简单的表演经历 我觉得还是找个演员 以及表演的电影的热爱的 这种状态 可能就是在下一次 都要我就坐在那 他也没有 就是不是说 我故意他就是已经习惯性 就是我就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会给到很多 像我们这种年轻的导演 或者是演员 我觉得一种很好的传承 因为可能不是说他们不去做 而是可能没有看到 就是这些前辈原来是这么过来的 对吧 就是那时候从黄土地拍 陈凯哥导演的一个大传统 对吧 很兴奋跑上去 其实原来就是那么小的一个人 也是王老师自己去 那是我的第一镜 当天晚上就还当天晚上的一支 导演阐述 摄影阐述 美工阐述 完了以后 阐述完以后都已经一两点了 完了以后都已经一两点了 完了以后都已经一两点了 完了以后明天拍哪个 我去拍你拍 服装拿回来 还得坐就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就 等我睡的时候就将近快四点了 五点半起床 你想想那时候多兴奋啊 我大兴奋 这下拍戏 开开开 黑咕咚咚的天 等天蒙蒙亮开个山底 我那叽叽智能 说 我说我在 你看那山里 你就在山上 我说好 往山跑四马 不知道去那么近 跑跑了不行 还这么老远的山呢 我天哪 等我跑到上面以后 那时候也没对讲机 就拿一小红旗 往上就往上 往下就是往下 往左往小红旗 那指挥 那时候张艺谋 还没用过那个长焦 你知道吧 他第一次用长焦 他就说 学习你往这边点 跑这么远啊 大家自己头都不习惯 那个来 以为我很近的 对对 往那跑跑跑 跑到山坡 往上直 往上上 往下 站这地方 根本就不是人站的地方 你知道就站那边 站那之后 我一身的汗呢 我穿这个 那个八路军的衣服 是棉衣棉固 带绑腿 还有背包 一身汗 往这站风一吹 哎呦 恶心啊 当时的印象 我再不演电影了 电影了太难受了 这不是人干的事 还是舞台系好 好人拍完下来了 不高兴 一看老眼一看 乘下歌 含着眼泪啊 给每个人握手 谢谢 谢谢 张艺谋这事 含着眼泪 都站着咔 咔着走柳 干嘛呢 又看看 我跑了 谢谢 马上这种这种荣誉感 这种 这活还得干一下 好 还得干 到最后放上来 我是一毛啊 我知道了 五分之四的土地 五分之二的天 这黑点 往也行 跑了半天一黑点 谢谢优酷的观众朋友们 快点去看我们的一人之下剧集 谢谢优酷的观众 希望你们继续看 会有惊喜 感谢优酷的观众支持 一人之下剧集 谢谢